各位早晨,你們看到這段影片的事,大概是香港時間早上八點半 Liberal Democrat那邊提出了,在他們網頁對國安法的立場 他們要求重開BNO申請,以至將BNO提供有RWA 這個問題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但他們呼籲政府去支持這個法案 我相信其實他們有可能會達成一個決定,令到這個法案是一個政府法案 我之前也說過很多次,這些法案是有可能變成政府法案的 因為我的英籍是這樣出來的,我的英籍是這樣出來的 人們說沒有可能,你記住,英國很多事情,你看過沒有可能的事情 都有一個彈性在後面,給政府做一些不方便做的事情 而香港標題是提供了這個空間的 只不過就是重開BNO申請,以至給BNO、RWA的背景是發生什麼事的 我可以用頭十分鐘說清楚發生什麼事 這個不是突然間石頭爆出來的 提出香港標題的議員,其實他是代表Scotland的 這部Democrat在Scotland是有一定的勢力的 如果他沒有了Scotland的話,我看來也挺嚴重的 而近日一件事,是令到英國朝野各黨沈蝕雅鞍 就是SMP再提出這個Scotland independent referendum 這次比較難制止這件事發生,因為BNO申請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記得當年Scotland 否決了Independent Scotland是有一個前提的 就是你不會BNO申請 你不BNO申請 我Scotland,我留在United Kingdom 這就是蘇格蘭人的民意 但是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英格蘭班人不理這個前設 公投脫了歐 現在脫了歐,就有很多大頭髮在後面 其中一個大頭髮就是Scotland Scotland的Independent 問題 好了 現在Scotland有可能離開 如果給我的英國政府拖長一點時間 不要讓這個Scotland這麼快進行Referendum 至少不要Brizzet之前進行Referendum 但是我相信 這個Scotland這個Independent的Referendum 有可能會推遲整個Brizzet的過程 因為英國人一定要作出抉擇 你要Fulfill the British 那個Referendum 那個要求Indimmediate 你要維持聯合王國的完整 這個是必須作出抉擇 沒有羽羽紅帳也可以兼得 沒有的 如果你要羽羽紅帳也可以兼得 都可以 你就要有一批新選民去救火 那邊都找新選民給你 新選民支持 要維持統一 又可以押著Brizzet 這個就是英國朝野思考的問題 這個很難搞 我又要押得住Brizzet 因為你知道英格蘭裡面 特別是英格蘭北部 他們Brizzet是很大實力的 OK 但是又要維持聯合王國的完整 因為如果Scotland一走 北外都會走 戒時只剩下一個英格蘭街的威爾斯 隨時威爾斯就走了 你剩下一個英格蘭 你玩手指嗎 你到處都是EU Member State 然後你剩下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 你隨時比Brizzet 你在EU的地方還要比Brizzet 最後又是死死地氣回到EU 但是到時你的Brizzet就差很遠 這個是不想發生的 英國朝野都不想出現這種怪事 可以怎樣 香港飆這個時候就有用了 如果能夠盡快給BNO一個ROA在UK 那你的人會來 那真的差很遠 對英國朝野來說 這些隨時是救命飛的 因為我相信香港人會傾向維持聯合王國的完整 我不是 不覺得香港沒有人支持 Scotland independent 有 香港也有人支持Brizzet 不過有人支持Brizzet就去住德國 OK 但是另一方面 BNO的主流意見 我相信是維持聯合王國的完整加牛歐 這個我相信是BNO的主流民意 牛歐與Brizzet之間 我猜 可能是牛歐少有優勢 但又未至於完全一面 但我相信 他們計算落盤數的時候 BNO就有這個作用 因為英國朝野 我猜大部分人都知道 Brizzet是不切實際的一件事 做不到的 有些人 還有一個在七十年代的英國 當然是希望Brizzet 但知道大家做不到的 所以 香港表現 現在Nibaldemocrat 這麼早提出這個課題去討論 不是因為要回應王毅訪歐那些事情 我猜他可能最初想Nibaldemocrat 應該可能是其實最佳的時間 應該是在他們的第二項目的文本準備好 那時候才發表立場 我想大致上 九月中或者九月底 不用這麼早提 但現在我想他這個意思就是 提醒英國政府 是時候救火的 因為最近是很困擾的 這件事 剛剛 這件事是去到連 The Spectator 雜誌最新出的那期 我剛剛看網上 那些人都在討論 英國怎樣跟Scotland 談判去保持聯合王國的完整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對英國來說這個問題 就變成一個很迫切的問題 這個 我以前都說過 Scotland 那些獨立 和BNO的問題 最終都會在一起 因為 這個問題 你可能要香港人的票 解決這個結構性問題 北歐都有一個 就是 保守黨需要四十萬 新的選票 四十萬 英籍 英籍的選票 或者英聯邦的選票 過來英國才能夠維持 保守黨一定的實力 如果不是 以人口的轉發 特別是年輕人的想法的轉變的話 保守黨是保持不住的 你現在就明白 整個英國朝野 它可以怎樣計算 它計算得很準 我告訴你 是 都是的 所以這個是BNO 第一個 為甚麼日本共產黨 這麼早提出這件事的背景 背景 背景是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 除了香港的濫民潮之外 做一件事 英國需要一批新選民 去解決 連串僵局 我叫做 它不是一個僵局 是一堆僵局 英國以往解決憲政改革問題 都是 長期抵抗 最後的方法 都是 英國國王 說 你再不過政改法 我就 英王 按手上 建議委任 即是指派 拆封一堆新貴族 那些全部是支持政改的 我就等你上議院的票 全部都充滿 他要出這些招數 英國人有這個傳統 因為如果 你不用新選民搞定 你就很容易搞出事 像上次 愛爾蘭 沒有解決 香港法律的危機 用了接近一百年時間 都解決不了 三次國會表決 最後大家知道結果 沒有人想這些歷史再重複 沒有 這是第一個背景 你一定要考慮這些 英國朝野的計算 這些計算很多 你做政客 當然一定計算 特別民選政客 怎麼會不計算 好了 第二 第二個問題 也很現實 BNO要重開 要重開申請 是必須的 不只是 no one left behind 的問題 是 譬如 你命滿18歲 即97年前 命滿18歲 因為父母按鈎 沒有拿BNO 那些是很無辜的 那些也是違反 兒童權力公開 那個是會出事的 那個會有司法挑戰 不是沒有的 那個是會有 有後果的 那件事 當然 沒有人希望死了人 跟著再來司法挑戰 如果是死了人 再來司法挑戰 但是 那個面子過不了 大家都知道 香港現在的局勢 可以過發得很快 好了 跟著BNO人的子女 現在有些人用LOTR來 他們拿著一本特區護照 但是LOTR的印在上面 不是那麼多人都熟悉這個印背後的Grais 因為這件事來得很匆忙 變了很多銀行 教育機構 都沒有對這個印很多 很多問題 那麼理外政部 不要每次都要發封信過去 其實最終的解決方法 就是要讓這班人 繼承他父母的British 其實最後你都是BNO 你一定是重開BNO申請才可以搞定 至於 這個LOTR說 任何Hong Kong citizen 都應該可以給他們重開BNO申請 雖然我覺得很多人是嚇死的 但是 哇 有些人中國出世雙飛 都給他們開BNO申請 比死的人多 我明白 但是這個是英國朝野講素的方法 大家想想 我2009年 看著BNO A1981 Session 4B 他說 那時候 Ripodemocrats開的那條數 哇 多大 BNO都立即平權 都敢 這樣修訂 都敢入 但是最後工黨政府 是沒有作出任何討論的情況 只是他接受了一個修訂 就是整堆修訂裡面 自己接受了一個 就是Session 4B 開天殺價落地難還錢 賭到多少就多少 對不對 又沒有成本 現在都是 我現在 譬如你 Democrats說到 哇 什麼人都要包 但是其實 我相信最最後會包就是 當年 美五十八歲 而被 因為父母錯誤決定 而沒有BNO的人 和 BNO人的子女 或者一些直系親屬 或者97年之前的 香港永國居民 有機會 那個可能程序又不一樣 譬如 你BNO人小時候 登記 那是很簡單的登記程序 可能連 那個國家聖誕都不用做 直接 宣誓就算了 因為老實講 現在 武漢肺炎也很難搞 其實那些 然後你說 那些未滿十八歲 就是97年前 未滿十八歲 而被拒絕的人 那些人 就再簡單一點 直接重開申請算 就是 當他們仍然有BDTC的情況 假設 然後就開申請算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不要搞什麼宣誓儀式 那些 那個是他父母的錯誤 他不想效忠於英國 那是他父母的嚴重錯誤 沒有理由 要那個小孩承擔 真的沒有理由 我也可以說 香港有些老人家 是要罵的 我覺得 如果有些老人家 藍絲 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那些 害了孩子 沒有問題 那些 我覺得真的要刮養巴 那些真的 由山折考 那部片 要討論的人物 告訴你 我不想說得那麼盡 但是那些人真的是 游山折考 討論的人物 游山折考是一套日本電影 你們有時間 就自己看 這套是什麼電影 我為什麼要說得那麼盡 很盡的 1997年前 香港永遠的居民 1996年那一波沒有歸化 那些怎麼搞呢 那些人的兒子 有些沒有英籍 那些 我想那些要有勢選 不可能那麼簡單 因為那些本來不是英國 英國沒有底 然後 有些人當然沒有了BNO 那些 就是 成了一年 我想 我要看個案 譬如你說 他的事件剛剛成期18到20幾 如果他當年 即截止日期的事 我覺得都可以用一個 簡易程序處理 但是如果他當年 已經是三十歲或以上 那些 我覺得要當新個案 我覺得那些程序 就要嚴謹很多 因為 你當年 我BNO 你沒有領導的 其實 你有財政的 你有經濟的 你有判斷的 去判斷 你認不認不認這個國籍 即是你這樣 我BNO 我覺得那些是愚蠢的 即是有些人說 我當年不認識 但你不要說你不認識 有些個案 我就問他 你當年幾歲 有些說 我當年十九歲 二十歲 那OK 當然十九、二十 我明白的 你不是每個家裡有錢的 但有些說 我當年三十 但是 那些我說 你 你當年沒有拿 其實是你自己的責任 而這些人 英國給你翻譯 就是人情 英國不給你翻譯 是道理 然後九七年之後 如果是純粹中國出生的 我覺得 那是歸化程序 那天要很嚴謹才行 即是 級別不同 你原本是英籍 由一個英籍轉到另一個英籍 那個叫做 記錄 記錄是簡單的 即是不用考Live in UK 很多事情都不用做 其實居留要求較少 但如果你是九七年前 你之前叫做英國 如果你是這樣 你就是自然性 自然性 自然性 是要有嚴謹的審批 不能說 這個我不會 因為人道理機 就不斷了這個 因為 你跟 你跟United Kingdom的 聯繫有多近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 心目有數 所以 一定是解決 眼前 兩解 最大 技術問題 一定要解決 那些 即是BNO人的制 BNO可以將它的國籍 傳給下一代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甚至可能要傳兩代 即是技術上 可能要傳兩代 沒辦法 香港的情況比較特殊 即是甚至 如果香港的情況 繼續這樣的話 我相信 有可能 英國 香港人相關的國籍 要世代相傳容許 直至香港的情況 穩定為止 即是 這件事是很不理想的 但是沒有辦法 你誰叫 香港的地緣政治 這樣的形勢 但另一方面 就是我覺得 有些人 我不會 贊成開放 BNO申請 接著 BNO有ROA BNO有ROA 是 本護照有ROA 還是 好像 JPOTA BOTC 我Essue 多一本護照 一本 就沒有UKROA 即BOTC JPOTA 一本 就有UKROA的BC 即兩本護照 你行一加一 還是 BNO直接變ROA 如果BNO直接變ROA 就直接變BC 算了 不要搞這麼多 除非 BNO這個級別 有用途 OK 否則 事情太複雜 說真的 你交整個街坊 都是鎖的 但是 如果 你說 直接 BNO 和 BEC 即是一加一 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 保留BNO做什麼 OK 即是你保留BNO for what purpose 即是如果 我BNO 好像我們這些 因BNOHK 1997 進入的 那 本BNO的目的其實就是 回港證 即是 Return Hong Kong Permit 大家都知道 那本東西我來做什麼 即是 免得中國政府 叫貓 即是 不讓你回來 是這樣的 是 確保你回港的權利用 即是 即是 你的國籍本來是BNO 本來是1997年之前的 香港永遠的居民 來的 英治聯隊已經在 我現在 這個是 確立你這個身份用 這樣就可以 問題就是 現在可能BNO 已經沒有這個用處 即是 即是可能這個用處結束 今天最終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另一件事 即是 是不是需要這樣玩 這是另一個問題 即是 你是不是還需要有BNO 這件事 還是你已經BNO entitled to take 即是一本BC 就算數 接著就算 你可能 譬如 你處理直播打的BOTC 它都有 3C by design 和BC otherwise by design 如果你跟Session4 去我的 就是 otherwise by design 的 但如果有些 Jakarta的BOTC 它是 只能夠我Session5 它是 by design 的 那些什麼人 有案底的那些友仔 有案底的那些友仔 可以這樣處理 就是 我給你我BC 但你的BC 不能存在下一代 除非是英國生 就是 這些有很多技術 要討論 所以我很希望 日本Democrat 快點 拿這個Draft 公開給大家 研究 就是哪些對 哪些不對 至少就算 好像我保守黨員 對嗎 至少我在黨裡面 我也可以討論 喂 這個Proposal裡面 有些東西 對用的 不如 absorb到政府 這樣標算吧 至少可以用 table的法案來談判 就是各方面可以談判事前 不如這樣 如果是absorb到政府 就留意幾部分 有些部分 就暫時放在這裡 先不要動 這些 你可以談的 全部可以討論 這些是我的討論 就是 我知道連登有些人 就把BNO 那些大風向的 那些 就是 你知道 一講BNO 譬如摩克羅那些東西 就會來的 有一個賤人 又用Facebook來抹黑 我知道 但是 我想 在中國這種抹黑手段 沒什麼用 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什麼局勢 當然 我覺得有一間 叫迎天使務的公司 我就 我就會希望 他搞清楚 自己旗下的網站 和 相關的人士 是做什麼 應該是 如果 你是 不是搞市場 而是搞政治 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說清楚 我覺得 台灣政府應該留意這間公司 其實 那麼 今天第一節 就說到這裡 那麼 第二節 我想說的是 糧科問題 那麼 應該會 晚一點 應該大概 11點左右上片 就算了 那些人 是 那些人